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半菜怎么办才好吃 首先呢 还是按江湖规矩盘点一下所需要准备的食材 一根黄瓜 一把大叶生菜 这个换成原生菜更好吃哦 之后呢 再准备一把苦菊和一嘎的紫甘胺 还有就是红黄小柿子 这个呢 是配色用 大家伙也可以换成西红柿 挺多人愿意吃这个菜 但是总是做不出饭店那种味儿 这是用啥呢 主要是插在对筝上啊 咱们呢 准备一瓶杂锅果酱 最好是冰花酸梅酱 然后呢 咱们先把这些菜给它收拾下了 改下刀 首先呢 咱们把黄瓜给它拍吧拍吧 然后呢 改刀切成大块 随后呢 咱们把苦菊啊 给它切成段 之后呢 把这个小柿子呢 从中间给它一切两半 紫甘蓝呢 给它掰吧掰吧 中间这个大梗子啊 咱们扔掉不要 最后呢 咱们再把这个大叶生菜给它揪吧揪吧 全部装入盆中以后呢 咱们对个枕 首先呢 咱们拿筷子把这个果酱给它撅过到盆中一点 挺多人在外边吃这个菜啊 汤汁都是黏糊糊的 还有一股果香味 就是因为割锅果酱 咱们呢 首选是冰花酸梅酱 次选呢 就是这个杂锅果酱 千万别使那种纯果酱 那个呢 味不正 接着呢 咱们再往盆中倒上一杆的苹果醋 这个苹果醋啊 味道酸爽 还有一股果香味 然后呢 咱们再往盆中倒上一点海鲜酱油 最后呢 再往盆中啊 甩上一勺的尖的盐 这个菜有个底口就行啊 拿筷子给它搁勒匀糊子以后呢 就可以给它倒入盆中 然后呢 慢慢地翻拌均匀 做这种菜呢 千万别拿手捏过它 一捏过呢 洗嫩跟生菜似的 拌匀以后啊 就可以直接装盘 这个时候呢 要是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撒上一点炸好的花生米 看到这呢 一份果香十足 酸爽开胃的大半菜制作完成 咱们这个时候呢 整成一口 这小味儿 那是相当的哇塞啊